娱乐新发现等你来爆料 您的订阅与评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社武汉肺炎疫情恶化影响 春节后台股开盘出现时升最大跌点 周五盘市最有反弹却依然疲弱 而欧美亚洲股市同样受到重大冲击 全球经济发展充满变量 美洲贸易战台商回流 对台湾投资扩大 加上美台关系迅速加温 台湾成为少数赢家之一 然而今年开春之后 全球经济即将面临武汉肺炎疫情考验 台湾经济能否再有亮点表现令人关切 股市乃经济橱窗 台股受挫反映民众的预期心理 包括对今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缺乏信心 以及台湾经济对中国过度依赖 可能遭到的牵连 现在疫情扩散快速 未来会恶化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 因此与17年前的SARS比较 或许是一个探讨经济影响的可行途径 就股市而言 SARS期间台股波段跌幅为18% 而疫情一过 立刻反弹并创下波段新高 台股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未来走势 必须观察今日开盘的中国股市核实指吻 才能更准确掌握其中的脉动 但在实体经济方面 大致可以断定武汉肺炎的影响 将比SARS更严重 振洁不仅在于疫情蔓延快速 而是中国的经济规模 基于全球的连接程度 军飞17年前可以比拟 有有盛者 SARS时中国才刚加入世贸组织 经济走在强力上扬的趋势 而此际中国经济却呈现下滑走势 不同经济实力与结构 应对疫情的冲击能力 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SARS最严重时的2003年第二季 台湾的GDP为负成长1.2% 但疫情退烧后景气迅速回温 全年的GDP为4.22% 完全脱离了疫情的阴霾 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原本主体总共预测为2.72% 未来必然面临下修 但幅度如何 需使中国经济下滑沉沉沉而定 同时中国经济也很难让人乐观 尤其在SARS爆发前的2002年 中国GDP约为1.5兆美元 占全球GDP的4% 到武汉肺炎爆发前的2019年 中国GDP为14.3兆美元 占全球GDP的16%以上 中国经济牵动全球的程度绝不容漠视 据蓬勃最新估算 武汉肺炎对全球经济打击可能是SARS的3-4倍 当时全球经济损失约400亿美元 如今武汉肺炎对全球经济冲击恐达1200亿 至1600亿美元 2003年当年 中国GDP只下降1% 如今全球重要的研调机构 预估中国今年的GDP增长 大约未较去年减半 甚至零成长 中国经济成长降速 影响最大的两个部分 乃是消费需求的减缓与产业供应链的锻炼危机 在消费方面 此波疫情爆发时 正值农历新年 是中国及周边亚洲国家消费旅游旺季 中国在去年农历年期间 购物餐饮娱乐和旅行花费 超过1兆人民币 今年光是电影方面 因为贺岁片停播及多数戏院为营业 片房有去年的100多亿人民币 调到数百万人民币 交通运输方面 中国达乘飞机旅游的乘客 已从2003年的8000万 增加至去年的6亿 但今年农历新年第一天 全国出游总数比一年前下降近30% 搭飞机和火车旅行下降41%以上 这样的数字对于服务业 也赚GDP五成的中国经济 自然是严重的冲击 而中国游客、占、观光客30%的日本 以及台湾、香港、泰国等 都称为重灾区 其次在产业供应链方面 中国也是世界工厂 而疫区中心的武汉市 更是中国制造2025 重点培植的半导体重镇 我国盛世贵公司 在武汉投资约330多亿元 鸿海集团则占三分之一 因此一旦疫情失控 将影响产业的制造 生产与零组件供应 恐将导致科技产业部分断裂 重创全球经济 而以组装为主的台湾 代工厂也必然首当其冲 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如何 仍无法精确估算 但比SARS是严重 则为共同的看法 对台湾而言 此次疫情可能是一次经济危机 不过沉入美国商务部长 罗斯所穿 武汉肺炎疫情 或将加速就业回流美国 迫使企业审慎选择供应链 如此的政策思考角度 无意印证美中贸易战以来 政府鼓励台湾回流的正确性 如今疫情爆发 一增台商回流 投资台湾的迫切性 换言之 与美中贸易战一样 只要应对德宜 调降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连接度 武汉肺炎的危机也可以变成转机 经济学家指出 短期内难免冲击国内经济 且中国大陆是台湾主要出口国 将影响我国短期出口表现 但长期来说影响不大 冲击不如当年SARS般严重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 吴大任表示 疫情对经济短期冲击在所难免 虽目前台湾对疫情管制上升稳定 但对产业仍有一定程度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观光零售业等 且中国大陆是台湾主要出口国 若疫情无法控制住 导致大陆停工时间延长 将影响我国今年第一季第二季出口 不过吴大任认为 大家已有2003年时 对抗SARS经验 加上电商网购崛起 民众在家仍可透过网络消费 减少对内需市场的冲击 冲击不会像当年SARS般严重 预计今年上半年影响较深 下半年就会慢慢缓和下来 新展集团资深经济学家马铁英说 武汉肺炎对台湾直接的影响来自消费 民众减少户外活动 国际与国内旅行下降 信心也受金融市场恐慌影响 他提醒2003年SARS期间 台湾GDP成长率萎缩四分之一 不仅以内需消费下降 也因出口放缓导致 大陆仍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占台湾出口四成 受到武汉肺炎影响 大陆经济恐再放缓 将威胁到台湾出口复苏情况 此外受武汉肺炎影响 台股与主要国家亚股全岛 凯基投信以2003年SARS分析 台股2003年1月24日 短线建高点 盘氏随即反映SARS利空事件 直到当年和平一月封愿 加权指数4月28日 下探波段低点 跌幅达17.33% 以中小型股票为主的 贵买指数跌势更重 跌幅欲两成 凯基投信指出 按照疫情发展 台股将随国际股市修正 电子类股跌幅将小于传产 加权指数跌幅 则会小于贵买指数 音乐 音乐 通知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